噗噗噗噗噗噗P 怎麼樣各位 我的新髮型還好看嗎 因為你們知道留這種長頭髮 就是下面這個地方都會 就是留不長 就是一個過渡期 然後都會 你知道看起來就是亂亂的 然後就是綁起來之後會像公主頭 所以呢我就把它給綁在後面 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比較 高丸子頭 高丸 呵呵 高丸子頭 我自己是覺得簡單俐落一點啦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很常在我的IG上遇到這類型的問題 就是欸 Jason可以幫我看一下我這張照片有什麼問題嗎 或者是你有什麼地方可以改進的 然後就丟上一堆他們就是觀眾自己拍的照片 真的我不騙你 我大概每天都會收到兩到三個這類型的訊息 而且通常我也都很直接的跟就是來詢問我的一些觀眾說 我覺得你拍的很普通 或是你的顏色很奇怪 畢竟我覺得你們都抱著一個虛心求教的態度來找我問說你們的 就是找我問說一些意見之類的東西 然後如果我又在那邊敷衍你們說 我覺得拍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覺得這樣有點太敷衍了一點 那麼到底怎麼樣才算是一張好的照片呢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裡面我就要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在我的IG視訊裡面就是常常看到的一些新手常犯的錯誤 然後這部影片呢就是非常適合新手觀看 或者是你是剛買相機的入門 或者是你可能玩了一兩年然後遇到了攝影的瓶頸 不知道怎麼去突破的 你們都非常適合看這部影片 首先第一點就是沒有主題 你們可以先看看這幾張照片 OK 姑且不論色調 我先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有看出這張照片的主題 或者是這張照片想要傳達的東西在哪裡嗎 我給各位5秒鐘的時間就回去看一下 5 4 3 2 1 OK 我相信大部分的觀眾就在看影片的 你們都找不太到這些照片想要傳達的主題在哪裡 你就這樣想 攝影這種東西它有點像是在講話 當別人跟你講了一堆天花亂墜的東西 但是你卻從中抓不到重點 你只會跟他講說 你可以講重點嗎 拜託你講重點好不好 攝影也是這樣 一張照片沒有重點 你可能滑過去 你甚至一秒都不會記得 剛剛那張照片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大多數的新手或者是一些玩攝影一兩年的一些業餘愛好者 或者是那些常常來問我 攝影問題的朋友 拿自己照片來問我問題的朋友 我覺得他們80%都出現了這些問題 就是照片沒有重點以及沒有主體 那麼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些照片 如果是不是你幾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這張照片想要傳遞的主題 或者是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在哪裡 我在拍照的時候呢 都會陷在腦海中思考幾個問題 比如說我想要在這張照片中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我想要表達什麼樣的情感 然後我再帶了這些問題去腦海中 在我的觀景窗裡面 尋找那些構圖 以及我想要的畫面 你要知道 攝影其實是剪法 越簡單越明瞭的照片反而更能抓住大眾的眼球 這樣才能更好的幫你傳遞你想要在畫面中傳遞的訊息 但是呢我這裡所講的重點 並不限於你的照片裡面 一定要存在某個人 或者是某個實際的物體 那我們以Same a Life的照片來舉例子 如果你有發現嗎 他的照片這些風景照裡面 基本上是看不到什麼主體 你要在風景裡面或者是城市風景裡面 就是加入主體 也是可以 他的確可以為你的整個風景照 或者是城市風景照 起到一個昇華的作用 但是這種照片 就算沒有主體也很好看 為什麼 原因就是他的整個照片都傳遞出了一種氛圍感 都可以把它當成一個主體來看待 畢竟你在拍攝大自然的時候 多數時候不會有給你什麼找主體的機會 當然也是有 就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樣做的方法也可以讓你的整個畫面更昇華起來 那麼第二個 你為什麼拍不出好照片的原因 就是光線的掌控 你知道說白了 其實攝影這件事情 它其實就是一門運用光的藝術 當你學會如何運用光的時候呢 攝影這件事情對你來說 我基本上就是小拆一疊了 我看到很多的錯誤示範 就是以人像為例子 就是逆光拍攝的時間點不對 然後曝光也不對 導致model的整個臉就是過暗 或者是你在拍攝逆光的時候 選擇一些一兩點的那種光線 我跟你講你這樣子光比太大 你只會背景過曝 過曝 對不起 背景過曝 然後model的臉就直接暗爆 或者是model的臉很亮 但是後面的背景全部爆掉 或者是整張照片都是那種沒有層次感 就是它的照片太像那種HDR拍出來的 那所謂HDR照片呢 就是整張照片太亮了 就是該暗的地方也是亮的 該亮的地方又很亮 就整張照片會變得沒有亮暗的層次感 這樣的照片就是我個人認為 我自己不會去欣賞這樣的照片 當然如果你喜歡的話以你為主 不過這樣的照片就是真的很不符合 現實生活中會出現 就是哪有現實生活中會有這麼亮的地方 就是連暗的地方都沒有 就是這麼亮的一張照片就是很奇怪 那麼身為攝影師呢 你一定要熟知什麼樣的光線是最柔和的 什麼時候是golden hour 什麼時候是blue hour 什麼時候拍逆光的人像是最好看的 什麼時候需要去拍順光 以及你如何運用亮暗的對比 去做攝影的變化等等 其實攝影這個東西真的非常多東西要去學習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說 攝影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一門運用光影的藝術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幾張照片 那這件照片呢都很大的程度上運用了光這個因素 那以這張逆光人像來說 那時候的時間大約是下午的4到5點左右 那時候光線非常柔和 就算你就是直接看直接面向太陽 你不用墨鏡就是眼睛也不會覺得很刺眼 因為那時候的光非常的柔和 這種就是golden hour 而這種時候呢 你拍攝逆光是絕對好看 絕對不會出錯 在golden hour的時候拍攝的照片 基本上你只要不要太誇張都是好看的 所以能把golden hour的這個時段拍出來的照片 拍爛的人 我也沒什麼好說的了 因為這時候光呢打在model的背面會呈現一種輪廓光 有點像我這個打的這種backlight 但是呢自然界中 比如說像golden hour的時候的那種backlight 是打的非常漂亮的 它可以勾勒出整個model的人物的線條 然後以及髮絲光 我特別喜歡在拍攝逆光的時候那種光線透過髮絲打在 光線透過髮絲不對 光線打在頭髮上面 打在髮絲上面呈現出來的那種光芒 非常漂亮 這種逆光的拍法能夠讓model和背景之間產生出一種空間感 那至於什麼是空間感以及你如何運用一些前景 中景遠景等等的東西來達到空間感呢 我會在我的會員頻道裡面有詳細的解說 偷偷工商一下 總之學會如何運用光影絕對對你的攝影能起到很大很大的幫助 接下來第三點就是調色 如果說你拍出來的照片是一道主餐 那麼調色就是它搭配的醬汁 所以我說醬汁呢 所以我說那個醬汁呢 就是你主餐直接吃是可以沒錯 但配上不同的醬就會產生出不同的風味 然後有的人會說 欸 Jason 調色後跟原本的照片差很多 是不是失去了拍照的意義 OK 從客觀上來說呢 相機記錄出來的畫面跟你眼睛看到的畫面 本來就也會不一樣 甚至說每家不同廠牌的相機 所以所拍出來的照片也完全不一樣 所以何來你調色後跟原本拍的照片不一樣的這種說法呢 那主觀來說的話 我調出來的顏色如果跟本來的照片長的不一樣的話 我爽怎麼樣 那關於色調這件事情呢 我非常建議各位去了解一下色彩學 那我在這裡就不多贅述了 我看過很多新手就是在調色的時候 就調出一些很奇奇怪怪的顏色 人物的特別 人物的膚色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每天都看不同的人 因為人類基本上就是這個社會最主要的東西 對吧 我們每天看到各種不同的人類 所以我們對人的膚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所以當你的膚色偏黃偏橘偏紫什麼之類的 我們的人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所以當你在學習如何調色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一定要先把人類的 人的膚色給調好 然後就調色來說 你盡量在畫面裡面只出現三種顏色 就是put a simple 因為我如果講太多調色的東西可能太多了 就是你們聽起來可能會不煞煞 所以簡單的說 在你的畫面裡面不要超過三個顏色盡量 就像其實有點像穿搭 因為你穿搭的時候你出現 你的身體上出現了三個以上的顏色 就是太雜亂了 別人在看你的畫面或你的照片的時候 只會覺得你整個畫面很不協調 很不平衡 那如果你想學習跟調色相關的內容呢 我會把我的一個系列叫做 調色不求人放在我的左上角 這個系列裡面呢 都是我用Lightroom去進行各種調色的教學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上面的連結去看一下 接下來是最後一點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美感的培養 甚至可以說美感的培養 已經算是我上面提到幾個點裡面的基礎 就是美感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身邊有認識一些朋友啊 可能我以前甚至我以前拍過的model 他們剛買相機可能一兩個月 然後拍出來照片 就是我看到會整個很讚歎 就是拍得太好了吧 就是我看到還以為 靠這是網路上抓下來的嗎還是怎樣 結果問他 是他拍的 而且美感這種東西呢 不是你說什麼一兩天甚至一兩個月就能培養出來的 美感的累積是一個日積月累的一個體現 他藏在你生活中的每個細節 你看的電影你看的影集你看的照片 你看的社群平台你看的影片等等的 他是一個非常多東西累積在一起的成果 所以美感這種東西你是速成不了的 你只能靠你不斷的累積和培養啊 才能呈現出自己想要表達出來的風格 而且就算你今天可能不會構圖 可能不會調色 你本身所用的美感其實就可以讓你拍出很好看的東西了 因為像構圖啊調色 Lightroom這些東西 你其實你稍微學一下就好 就是比起你培養美感這件事情要來的快很多 所以各位多在你的生活中發現美 多去留意一下你周遭發生的事情 你自然界中發生的事情 然後多看一些可能 好看的影集啊電影啊等等之類的 不要都是只是滑手機然後看抖音或是看什麼IG那些 沒有營養的REALS OK 多去培養你的美感 美養 不不不美養 美感的培養可以幫助你的攝影 我在講什麼 培養你的美感絕對可以很大的程度上 幫助你的攝影 我們下次見 Peace Peace 倒V Peace 乾超白癡 Peace Peace Oh my god